我在森林里摘了一点千麻 这是我们瑞典的原始森林 这个千麻是长在野外的野草 上面非常多细细小小的这种针 手碰到一点就有点刺痛 刺痛刺痛的非常痒 又痒又疼的 这个东西它的营养物质非常多 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铁啊钙啊什么的 非常全面 把它用来做肥料是非常棒的东西 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吃的 这个野菜之王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我还采了好多的蒲公英 看看这蒲公英多大 一棵都这么老大 这都是一棵上面的 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而且我可以回去自己种 这些都是根很浅的 一拽就把根都连根拔下来了 我可以种在自己花园里边 这样的话随时用随时就有 非常棒的东西 不要那么久不大 就把根拔下来 对吧 这是第二天的铅麻肥料偶制 看看现在有一部分在水面上边 所以我得想办法把它给压下去 用筷子把它捣一捣 确保所有的部分都是在液体下面的 已经收缩了好多了 我记得我刚做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半左右 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底了 这是浓缩的精华 大概是一到两周的时间能够发酵好 这些时间能够发酵好多了 几分钟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